清理 Давайте請在畫下 教合 Ew 和 謨 凡语的音义为不可能 音义为淡淡 自说 自然说 有一份十二分教里面有一个叫自说 不问自说 没有人问 佛陀说法 一般来说是有问的 在十二分教里面有一份叫做音言 音言也就是讲的就是佛陀没自说法 都是有一个言起 发起的音言 现在 这个十四第五分 自说这一部分的内容 它是没有人问的 佛陀自行 是 就是 就是从文学的题材上来说 它是有一种有感的法 有感的法 是一种感性说 自然说 从这里引了两段论文 第一段这个段 大语仇 发问的 这一百二十六里面说 自说 引何 什么叫自说 为诸心中 因忧喜事 事均 自说 来回经理 因为忧事才是什么 你们是说佛陀有没有忧喜啊 有忧喜啊 嗯 就不能打过来 对众生的忧 但是 对众生的忧 它也是一种忧的感情啊 就是这种 众生的忧 他那年代的还有仇啊 忧潮呢 这样的一种情感 事实上呢 佛陀啊 他是没有我们 伐人的这种忧而喜的 那为什么会说到 这种忧喜的事呢 这个忧喜的事 它是从这个 所发布的一些现象的人 佛陀面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啊 他呢 这个 神性呢 会说 会 会有一些说法 下面 记得 两段诵文 一段这个有班写的 一段是忧事 忧喜事者如佛意识 像佛陀啊 有那么一个时间啊 意识 意识是我们佛心里边的 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时间的方式 你看 下面就是什么时候上课 意识 意识 就是那个时候 意识就是那个时候 识 那个时候 戒 野相王 看到 一头野相啊 相也有相王啊 洞王国里边 你看麻衣还有鱼王 蜂蜂还有蜂蜂 大象里边也有相王 变 智 凤也 可能看到了 那个大象啊 里面一大堆小象啊 幽灾幽灾的 在那个林中啊 下面 他这个 佛陀 所以我去搞什么 相王 你几宽 幽灾轻无忧啊 处事 自事 处前 逍遥 自前 即啊 而相王 在那个幻灾里边 无犹无力的生活的 就是身心啊 都是幻灾 开阔 无犹无潮的 同样的 给他的种种限制 还过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内心他不断 踩脱了外在的顾客 同时还克服了这种内心的 法导啊 和幻想啊 所以 逍遥自前提 逍遥自在 逍遥自在 从内心下来 他已经让他的 法老啊 诚老啊 已经进入一种 虔淡和其滅的状态了 也就是内心已经不在了 不在有这种 造物不安的东西啊 在烧死他了 这个是 我来说的一个 宋子 那么这个外面 又给了一个例子 丁忧是水 他也忧是水 儒婆一直 见老夫妻 看到一遍老夫妻啊 变质重见 说了一把 五少不修 还恨 善食胜财宝 心如恶老 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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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心如恶老惯 惯 重早 必顾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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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这些老夫妻啊 嗯 或者就说了 邵明呢 找法去修行 每天呢 就是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 赚钱啊 生存啊 年轻的时候 把所有的宝费 光明啊 都光费了 从来就不曾经关系过生命的问题 人生的问题 善食 甚才好 这个生命中 所有的工作 一点工作都没有 只有 只有无聊 只有无聊 就是 没有一点道德 也没有一点智慧 我们现在社会上 普遍的人 不是说是存在这种问题吗 年轻的时候啊 有种生存啊 娱乐啊 吃喝 老祖啊 就是在能格上一点 道德 智慧 总经有养生 那么到年纪大呢 那就是无聊啊 北京如二老万 共导一共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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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啊 哈哈哈哈 很形象哦 我们学实际论呢 说吧 就这事物 凝何 智说 为智中 不显能请 或者其中的种情 唯一你 当来正法有助 正要点 不请何说 正能智说 你看智说 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佛陀为了正法主助啊 他就会 他就会 时常就会有一些说法 自己 自己说 所以我们看智慧所请的这一段 一个祭送啊 他说应该是是在奥韩经里面 就是前面 那两条祭送啊 您看了就是 很深重啊 非常深重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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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讲 第六个就是 本 本 本 是 方语 关于 本 是 的方语啊 有两种方译 就是我们这边就 方语 那在南法呢 它就方语为 如是语啊 如是语 那本语呢 在佛经里面的这种品材 它只要是记录一些关于过去的就是古正先前的一些事实 是吧 古正先前的一些事实 就是 方语 方语 事实 那 那 紀录托沙认4126说 百一字银河 为诸今间 千处前祭所见为事 在神經裡面,佛陀先說,在他過去生中所見到的父親 我們感覺佛法的生命,如果跟輪迴聯繫起來,生命的境界下就開出來 如果生命不跟輪迴聯繫起來,那這個生命還是顯得非常反彈能描長 我們人,比如說一百歲,一百歲算多少錢?一百歲也有很快的過去 可是如果跟輪迴聯繫起來,從無窮的過氣到無盡的未來 你會覺得這個生命的確是非常殘忍的 整個境界就開闊得多了 你現在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的意義受盡了 那佛經裡面說,就是 各地有大凡宗,您也相逃,完民善見 各地有活,您提佛師,為之地位諸地子,說服事法 各地有活,您加在佛,為之諸地子,說服事法 我們從最大的提供可以看出來,關於本次的內容 它是記載過去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那麼這裡也有關,比如說過去的一些聖,聖德凡義 就是比較有道德的帝王,或者過去出現過哪一些佛陀 記載這樣的一些事情 就是本次跟本身有什麼不同呢? 本身也是過去記載過去的事情 我們下面就要介紹到本身 本身所記載過去的事情 它是不跟現在的單身的人士發生關係的 它只是有這樣的事情介紹出來 而本身所介紹的事情 它是跟單身的人士發生關係的 比如說,佛經裡面記載某一個帝子 他過去生,他這個人有什麼毛病 比如說有一個帝子 叫什麼名字呢? 每天過河的時候 讓那個河神啊,說啊 你要甩這個水啊,給我生胎 讓我過去 他就叫那個河神,叫小木屁 那這個河神就很老虎 老虎,他搶著基亞的照片 他就覺得怎麼照到的方向 他就 照過後,他沒自己照出來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弟子呢 他是個阿羅漢 他這個,趕快向那個河神告出 他說,小木屁,對不起啊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河神啊 在過去生胸,一切大作他的小木屁 他也是比較習慣的 這是一種邪氣啊 他並不是瞧不起他 也不是有真正心啊 他只是一種習慣 他過去生胸就是這樣子做的 那佛經裡面會記起來 比如說,假期耶穌波羅啊 或者說,假期波羅啊 哪一個弟子啊 他這一個弟子啊 他這一個弟子有什麼表現啊 像波羅,往後來就會說 這個人他過去啊 一定有多少多少生啊 神經都是這麼幹的 那他不是現在才這樣子的 他成績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表現 表現有什麼樣的內容呢 從國法的因果上來說 他說表現出來就是生命的可留啊 知道嗎 等流,就像爐水這樣 相似相似 生命的元氣 他最有他的習慣性耶 你個人,你的作品啊 你的生活方式啊 他最有他的習慣性耶 比如你愛祖國 你不是你這一個人才愛祖國耶 在你過去生中 你老早你就愛祖國耶 你喜歡,有的人 他喜歡住在山子邊 迎大生心耶 不是他自己生就迎大生心耶 在他過去生中啊 他就老喜歡住在山子邊 這就是一種叫等流其氣 有的人 這個很小氣很映射 他不是這一身才映射的 他老早就開始映射了 一映射了 不知道多少分多少數呢 這一身啊 只是他過去生的這個生命的元氣 過去生命的元氣 所以這叫等流 那麼佛陀呢 在佛陀裡面啊 經常就會 因為佛陀的弟子啊 不管是在家弟子啊 還是出家弟子啊 他每一個人啊 都有自己的邪情啊 性格啊 還有很多高唱的行為啊 或者也有一些貴然死亂啊 人家欺負大多 他老會跟佛陀作為主信 他不是這一人才過為主信 他老早就 不見了跟佛陀老 過為主信耶 這就是用等流啊 用等流的一系列 那等生他的特點呢 就是把 就是 在 介紹一個 在佛陀在說法的時候 被當前的人民的事啊 就是過去式的事 尤其是佛陀的等生 那等世呢 他指示 對過去的一些先進的事 所做為介紹 所以我們下面要講到 第七就是本身 意為身 本身 關於這個本身啊 就是 在法蘭經典裡面 所講的本身啊 他主要是佛陀 和佛陀的弟子們 在過激身中的 這個 這個 他的很多 比如說菩薩道的行為 菩薩道的行為 菩薩道的行為 比如說佛陀在過激身中 他曾經各種各樣的身份 我們講呢 神聖伺 割露 利盈 就是 家裡故事很多啊 所以在佛陀 有本身談 本身談呢 他主導佛陀的 在陀地上 所有的這些菩薩道的 這些行為啊 他說 把他 就是 都把它 進入在一起 都把它 搔避在一起 那如果 根據 學者的說法呢 他們就為什麼說呢 他們就那種 佛教徒本身啊 就是把印度人 民間的故事啊 這個主人 都把它變成是佛陀了 學者就是這麼說的 那如果 根據我們佛教徒的說法呢 我們根據 今天的祭感呢 他既講的佛陀在陰地上 曾經以各種的身份 在佛陀眾生的事業啊 同樣佛陀的成佛 他不是一神修來的 那是在難嘆之間 菩薩道的修行過程中成就起來的 那既然是難嘆之間 菩薩道的修行過程中成就起來的 為什麼佛陀在過去世中 他不可以永遠生佛在行菩薩道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正常的嘛 比如說可能會做什麼老祖啊 甚至做這個陸啊 像啊 就是 這個 就是 佛王啊 護恩啊 就是各種非常不同的身份 在做 助眾生的事業 那 我們這裡引了兩段 主要是 希伯道的書126說 本身心才為諸經中 先說過世所經生事 如雄露 本身經 如佛經 希伯大多 說五百 本身事 就是佛陀各種身份 在行菩薩道 那 這個就是 本身世行 佛陀說 欸 過去那個人 經常介紹完就說 哈哈哈哈 我過去那 神經啊 又怎麼樣怎麼樣呢 做不難的事情 那 佛陀說 他的事情 只要是 給他的弟子們 提供一個 修行的演化 菩薩道的實現 就是要為一種 者真 和現成的經驗 這就是 者真 現成的經驗 那 另外 在《一切實際論》 這個事物裡面說 先說 世神在過去時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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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知道 本身的內容是什麼呢 那有關 本身的內容呢 就是在 佛教裡邊啊 有關 經思所傳 和歷思所傳 就是 出現在 《二藏經》裡邊的 本身故事 而出現在 歷藏裡邊的 本身故事 那現在 好像在社會上 也要把這些故事 編在一起啊 就是叫佛典故事 佛教故事集啊 這方面的內容是常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故事 都製作成 那個 稍微動化 就是 它宏華的效果一定很好的 但是這個日常呢 我們還沒有很好的去開闢 事實上 佛典的這些故事呢 它用動化的方式來表現是最好的 用實際的人去表現 不太好 你說誰去表現佛陀啊 因為哪一個 除了人去表現佛陀 都是流水的 佛陀的 光追行 這樣 對吧 它用動化的方式啊 這就會比較好的 比如說我們 像禪心中呢 這個行的傳人物裡邊 五輪會員裡邊啊 我們來看他 記載了一兩千個故事 長者之間的 這些問答 如果都能用這種 這個 三味動化的表現 做出來 我們把這個表現已經非常好的 那 這是 關於本身 一大 就是 關 管 關 管 管就是管大 就是聖身管大 而 關管的 音訊就是 皮膚 皮膚 皮膚羅 皮膚羅 那 翻譯呢 就是 管 方管 方正 嗯 在大皮膚羅三 書人一打二十六 說 關管 靈魂 為師兄 管說 總總 聖身 法 我們叫方管 方管 這一部分的內容 還有什麼特點 就是 管說 深入說 就是方管 這一類型的特點 就是在體裁上 它是常見大物 在內容上 它是深奧 聖身 就是非常深奧 那它這一集的五種金 就是如五三金 管管 這個管管 這個管管 都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大神 管管 還有 晃中的管 五一六處大 裡面 是請的這樣的六個金 那這個六個金呢 其實都是屬於 奧函金 裡面的中奧函和大奧函 所以 關管的內容呢 主要就是 中奧函和 禪奧函裡面的一些 就是 比較 天吾比較大 然後呢 內容呢 比較 深奧的 經典 那這個是 有關在 小城論壇裡面 對它的 說明 那 那 在大政 那 在小城 富派的 富派的論詞裡邊 他們也殘量 就是這個 荒廣 應該指的是 大政兵 比如說 像 像這個 富派佛教的論詞 有一個叫 協真者的 協真者啊 他就殘量他說 此中 某爾 聰明荒廣 適用大陸 也就是等於 波洛經 方管 這一類的經 怎樣說 是波洛經 因為波洛呢 它的整個篇幅啊 特別廣大 內容呢 特別深奧 那 大提供大論呢 另外 有一個叫 順賢的論詞啊 他有說 就是 詞廣辯 大自主之良 也就是在 富派佛教 到 在 這個 富派佛教裡邊 一般認為就是 方管呢 它指的是 八韓經典呢 中華韓和 唐華韓 但是也有一個論詞 它也認為 它應該指的是 方管應該指的是 大正經典 那在大正的論點裡面 比如說 像大陸多論啊 一學師弟論啊 那麼它就 普遍呢 就是認為 方管 指的是 就是 大正經典 所以 十二處經裡邊 方管 比較小指的是 大正經典 因為 大正經典啊 它從 這個 在 文學的 題材上 形式上來說 它的天伏 都特別大了 你看 波倫經 六百克 華燕經 八十克 比起那些八韓經 它的確是 天伏非常大 它所討論的 意義啊 也特別深厚 非常深厚 所以我們這幾年一段 《一學師弟論》 宣課十五說 《零合方管》 《衛一志中》 《過安》 說《一起乎父母》 《喊道道》 《為春日語》 《俞封修正》 《阿勞諾諾三廟三仇虞》 《實力不畏》 《獨善自》 《一切公》 《四明比方法》 因有就是未曾有法,未曾有法,就是希有法 它的音语是阿斯托拉摩 意思是希法,善法,希有法 希有法,是有法,这一位音语的证明,他要讲一些 三宝,希有功德,就是三宝在这个词间 还有哪一些不动词间,超越词间之处 大使托拉摩一百二十六所希法人才为书经中说三宝 说三宝在希有的词 是经里面说,三宝希有的词 有意思是说,书定是战畔至真,希有功德 如神力所战畔至真,不产功德 真者幸喜,幸喜就是好难 战畔至真,圣希有 我们这段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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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是希有啊,希汉啊,希汉跟希有一样不一样 没有什么希汉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希有 你看,你看,金刚兵里面 希伯利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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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稀有的这些部分的内容就是自然上来 三宝稀有 比如说在《中阿伯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未成有经》 它是记载的称赞佛陀从受胎到修行成就的整个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持有方法 《中阿伯经》另外一部经典里面《中阿伯经》里面记下了 用大海来体力士尊的法和力 大海有八大 有八种特殊的地方 那么以此来体力士尊的教法 也有八种特别的处 士尊心还喜欢用大海来体力 就是说体力的人 那么这个是关于法 前面是关于佛陀 他们也有关于就是说 记载啊 关于出家的弟子啊 在家的弟子啊 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品行 比如说在《赤者经》里面 比如说在《赤者经》里面 《中阿伯经》里面 就记载了 这些孙子的伯基罗在修行生活中啊 祭祖啊 祭祖的各种啊 品格 特殊的品格 那另外也有关于讲到在家基师 比如说有个陆学长者 就作为在家的基师啊 他呢在供应供养 三宝的过程中 他所计备的种种品格 也就是这些品格呢 是一般的基师啊 所哪里计备的 就是 那么关于《未曾有法》 这一部分内容 其他就是 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 三宝的特殊工程 特殊工程 第十 因缘 那么 既议为 因缘 典 典 那么 佛教的 佛教的 心和理想 它的产生 佛佛自尽戒利 才是说心啊 它都 在一般的情况下 它都是有因缘的 我们看看 这个因缘的 他的 主要听 是 曾经大菩萨 那种因缘 苏经中 寄出因缘 而有所说 不寄出本 这种因缘 如 平安也 如字说 留伞才 此本 最出幻觉 故 事故事尊 及 顶丘众 事与 学乎 今缘 什么意思 就是 留 每一部经典里的世尊 遇到 遇到 我学今缘 然后才有说法 就是每一部 佛陀说 每一部经 它都是有今年的 那同样的 佛陀说 制定 比赖也 比赖也 比赖也就是 戒例 比如说 底修了250条件 而 底修 底修 底修明 最幻觉 善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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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犯的 这个 因为他犯来 所以佛陀态开始 制定 十一小子 当然这个 善才子 在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欢意 所以你试试看 有不同的欢意 那么 佛陀的一年 十二步经年的一年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这一部份 我们这里还讲了一段 一节是第一个语言讲的 行和因言为一字中 也是能请佛罗西伯的中心 因请而说 基督所有其那些相应 有因有缘也解说 就是佛罗说的经案 它是因为有请 这是第一年 所以才说 佛罗所自定的介义 那是因为有理修犯戒 所以才自定 就是佛罗觉得因为你们来自家 我不能自定有很多介义来 耶稣你们家对你们不接住 但是如果犯罪 然后佛罗再自定 这样才能够没话说 还下一个是 替义 关于佛教里面有两个替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佛罗这说法 他非常善意使用替义 非常善意使用替义 这是通过比义 因为比义的特别 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生活的势力 然后去说明深奥的难种人 这样一个谈情的一个老师 教师的身份 决定了那个国王 但是本来就有一次 他可以把那个国王杀掉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有一次 因为那个国王对他那个性能 还不知道他这个 他是他那个国王的儿子 他本来就有机会 可以把那个国王给杀掉 但是他最大的父亲 使得说 对他的道德 叫他 你不要 不要领圈 暴圈 不可以 你要有人物 他想了之后 他就没有杀杀了 那后来呢 那个国王 终于知道了 这个小孩的真实身份 对他做法非常感动 所以 他就把他年来 那你父亲那里的 但你的国主 他就还给他了 就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一个比例 他也 为什么要比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他就要说 你是个人在这个修行中 这个忍辱的重要 也就是说 所以人之间 不可以以称暴称 你必须要 就是说 你要以称来主称 以荡来主荡 就像现在这个世界在搞这种渴客 他的竞赛 精致竞赛 从某种技術上来说 他虽然能够达到一种制衡的做 你看超级国家 不断还在发展那种武器 美国在发展 苏联也不干落后 中国也不干落后 台湾也不干落后 这个地方都在发展 这个就不断在升级了 但是所有的 从某种技術上来讲 他政府是谁也不敢动手 但从外一小时 有一天来就动手 因为毕竟有这么多 这些穷民说 有一些人啊 你要出现一个 不要命的这些佛法 不讲究 他根本不顾后果的人 比如说叶利勤啊 那个克林就很不实啊 他们骑的那个密码箱啊 他们有大量那些金色的潜水瓶 那个潜水瓶啊 全部都是带走所有的 各武器的 他随时都可以 对世界这个地方啊 他发射出来导弹啊 那些导弹 它的力量啊 比起那个管导的那个原子战 都要操作几百倍 上千倍的那种 那个效果啊 他随时是有能力 把整个世界给肯定 就是他们现在一样 比如像美国啊 他们在潜水瓶里边 所带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们随时就在听 他们的任务呢 就是随时就在听 总统啊 你看下来的秘密呢 这总统的那些话 就是提着那个箱啊 提着那个扫提包 命来箱啊 放在身边啊 那如果这些人 他要随时都有不理智的话 他就要 发一个暴力 整个世界就无法改善 没了 所以以暴自暴 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 就是说 这种就是 他的结果只会是 焉焉相报 何处之处啊 没完没了 的时候 所以在罗经里边呢 他就用这样一些 比例来说 你这种日子 就是说 能够忍辱啊 忍辱才是有力 才是有力的 那 那有关 那一次的 就是通过一些事集 通过一些故事 通过一些鲜显的道理 通过一些生活的事例 来显示那些佛法的造成的意义 这个是在罗经里边 就是蛮重要的一个 也是一种题材 那 一道 一道点音的一副金叫做 记忆金 但你们看过没有啊 百一金啊 百一金 对 百一金 那在英明里边啊 就有中 金 晋 中 晋 中 晋 晋 晋就是 就是用一些事例啊 用一些事例 来 证明 所以我们如果要搞通俗鸿法的话 我们必须要通俗鸿法 我们必须要通俗鸿法 就是宏鸿法的法师 因为中国国教练 最终的就是宏鸿法的法师 宏鸿法的人才 下面 第十二就是 入了奥函 是 奥函在光 然后大概 宏观上 来看 这个奥函 那今天就是关于奥函经的 神秘 是奥函的成立 是奥函的成立呢 这里要关心 我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奥函的名义 那古来经历为 奥函摩 他什么摩人 他这个叫人 可能那个字没有 奥函摩 奥函摩 那 欢迎 这个奥函也有好多种 但是奥函摩 一般以前官方的 比较为正确 就是 根据这个奥函之地论的正八部里面 说 他对奥函摩的 这个奥函摩的 一般转传来 一心 由此到尾 故说说明 而心我 是什么 就是赤奥函 赤奥函 什么来的 他的正点就是在一个字 是什么字呢 这是 传 奥函 他的意思就是传的意思 就是圣典 这个圣典是怎么来的 就是传下来的 saúde 伯父长给弟子 弟子在长给弟子 弟子在长给师兄弟 师兄弟在长给 他的徒弟 徒弟在长给福孙 副孙在闉 谈老同身 船生在长给 孙子 聖孙兄弟子 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所以 这些佛教的圣典 它是有它的这个床 就是靠这个床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你不只是自己学习 你还要跟着老师学 跟着老师学 因为这个是带你一个床 比如说我的法 是我的法师 我的支付 传给我 我现在就把它传给你们 你们以后再传给别人 人家真有传承 就是有助算分析过 所以就不一样 感觉就不同 就没有传 佛陀罗把一面传 应该可以传给他 佛陀罗是自觉的 生文记者们是差别 佛陀是自觉 所以典国有自觉 有差别 因为自觉的人 他更新要特别好 你们俩像佛教里面讲 佛陀佛 俗杰 他就身在俄佛之寺 他的故性 贵心感 实在太立太远 他一天到晚 每次就直冒智慧 对 这样这个水龙头很小 是来的 那个水龙头被打开 水龙头被打开的时候 水龙头被爆水 然后这个水龙头太小了 你看这个水龙头被爆水来不及 他们俩是探偷 那么多人自己的位 你看这个六土被打到五土那里去 这个五土 给他说的有点招架不住 他说 这个不得了 其实这个网络是什么 根系太立 你这个最真太立的 加伯庆 你不跟着说 根系太立 那环过来是什么呢 就是根系太立 太胜 太胜怎么办 加伯庆 太胜了一个正义的加伯庆 根系太立 那种根系立的人 他看到 比如说花菜花路啊 他就能够悟到这种无常的真理 他就能开智慧了 如果根系正的人 一定要说了诞心 他没感觉 所以呢 这个学佛法呢 就是要有一个上根 要有根基 写什么都要有根基 没有根基啊 不行啊 生命就是有负责的问题 就是有负责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 学佛啊 要多重上根 多新闻佛法 如果这一生他学不好的话呢 来生学俠人会容易一点啊 你别人会容易一点啊 就是一个积累 功不残缺 所以传 就是传下来的 单转传来 我们现在一个佛法 就像是两毛一样 之后啊 一代一代五十大学啊 一代一代给我们传下来的 那奥涵经呢 它就是传的意思 传 就是师弟传道 另外在一部经典里面 中部里面有一部牧牛者的经典里面 这奥涵呢 它有一个解释 这个也有 也有 就是这个奥涵这个概念 在经典里面 它就有出现 它说 一底修多文 传奥涵 传法 传 持法 持力 持武 武是什么呢 就是论武啊 就是论武啊 就是论量啊 我们一定是论量 那么 持 就是技术 技术 就是 佛法呢 就是要靠 就是 就是要靠 我弟子能 就是 船船下来 有款 气零船船 这关于有个奥涵经的 尊类 尊类 尊类是什么 尊类 这个包含 为什么要封为 世故 那世故的这种 这种 这种区分啊 这种分类啊 它有什么 特点 有什么意义 那 那 跟尊类呢 一写由故 它的戒律里边啊 正三十九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大家来看看啊 它跟类似有什么意义 诸 阿罗汉 同为阶级 就是 佛教经典的编辑啊 它是 就是 浩罗汉 就是 众多的浩罗汉 在一起编辑的 但是 五印相应者 亦以 印评而为建议 就是把有关五印的内容啊 都把它编在一起 根本就叫做印评 若以六处四八界相应者 即 戒 戒 戒 哪有关 十六处 六处的内容 所有的九处六处的内容 编在一起 那么就是 戒 哪有关戒的内容 编辑在一起 就是戒 若以延起 甚至相应者 一名延起 哪有关 或说假的十二一央等 在重要的内容 别在一起 他们就是 延起 mics 或者 7 启 9 若为宗文字所说的 以真文度 而为建议 如果被宗文弟子说的 他会完全 Dal在一起 就是 就是 bij 如果是uhan文所说的 活动的隽身愛 有关神力佛的说法 有关慕见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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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具有神律 就是说把它编在一起 那就是主 有关慕见人的说法 把它编在一起就是慕见人相应 若以佛所说 依佛请处可别见 那么有关佛陀 所以 若以念处正行 神徒间一觉 也就是造谭相应者 即任造谭不合为建议 那么就是有关 就是造谭的不同的内容 接在一起 若即与其他相应者 就是有关系统的 把系统的接在一起 使径名为相应和经模 就是有关相应和经模 就是我们讲的 法奥涵 在我们 奥涵在北方的 汉华的叫奥涵 在南方的叫相 若今禅 禅禅禅说者 实际名为禅和经模 如果经文 特别禅 叫禅和涵 若今 经中说者 如果经是以忠整的方式 来表现 那比较中和涵 若今一记事 二记事 乃至十记事 如果这个经文内容 根據它的內容123456的字述來編排 根據叫做生命阿滿 也就是它的編輯 就是阿滿的編輯它是有它的原理的 不是亡編的 它是有它的威力的 所以是阿滿要是根據它的內容和形式的不同 根捷編成的雜阿滿、中阿滿、傳阿滿、神阿滿 那第三點就是四阿滿的中氣 就是它的思想 四阿滿各有各的思想特色 各有各的思想特色 就是傳阿滿有傳阿滿的思想特色 中阿滿有中阿滿的思想特色 雜阿滿有雜阿滿的思想特色 而且它所俗話的背向也不一樣 也就是俗話的背向也不一樣 那我們這裡頂了一段意思 由故裡邊 善伯多皮革沙 琴尼皮革沙特意裡邊 曾經這樣說 為諸天四人隨時說吧 因為天比較為天啊 四人就是平常隨便說 這個是鬼異有關 真阿滿的內容 是痛化了一所謂 是痛化一般的人所謂的 唯利跟眾生 說諸生意 您中阿滿 我們知道中阿滿的特點就是有關 佛法的一些哲理人 在四種阿滿裡面的思想是比較強的 所以它是為曆跟眾生意 所以曆跟眾生意 曆跟眾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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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好涵的正點就是他的縮性不是很強 但是他的實踐性比較強 就是他的整個縮性表現出來是非常苦術的 是做成人所形 客戶外道是達好涵 達好涵的正點比較是客戶外道 所以在達好涵裡面記載了 當時進入了流行的各種宗教、哲學、外道的信仰 這些經典裡面的同學也記載了 佛陀對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進行批判 如何去批判 像《幻宗經》、《穿成果經》 這些經典裡面 這些佛陀跟外道的諦論非常多 另外捷陰 捷陰就是南傳的論事捷陰 它對四部包含的固執 它在給四部固執的名字也固執了 比如說長部它的特點是極強業力 中部的特點是闊字流矣 下一部的特點是顯揚真意 真之部的特點是滿足需求的 也顯示了四部包含的不同的證明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要對照下面來說 下面一老一瓶 龍術 在大師父論裡面所講的四種七彈 就是佛陀自身的說法 只要是根據四種七彈 也就是有四種說法的方法 這個四種說法的方法 就是第一種就是世界七彈 世界七彈 世界七彈就是根據這個世界人能 在這個論事上 比較努力接到的這個層面來說法 因為佛陀的說法 它不能離開世界上的禪詞 佛陀的說法 盡量它是要針對世間上的 存在的各種問題 就是世間上的各種知見 流行的各種思想 各種哲學 各種宗教 佛陀的說法它是針對 是建立在世間的人 之間的基礎上去說的 第二 就是各個為人去談 為人 說法它有自己的對象 各個為人 就是不同的人 針對不同的人 說不同的話 你有什麼毛病 佛陀說法就像醫生一樣 佛陀像醫生一樣 對不同的毛病 就開不同的要法 這個為人 就是對不同的根基的人 說不同的話 對正根的人 說正根的話 對立根的人 說立根的話 第三 對自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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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自共產的不同的毛病 第四 是第一習談 第一習談 就是直接顯示 佛法最基本的思談 直接顯示 佛法最基本的思談 那麼這個自習談 它是總設思惡務經 八萬瓦戰 佛教的一切經典 佛陀說法的出發點 都佛陀同價的這個方面 佛陀同這個四個方面 關於這個 佛陀啊 他在這個 他在這個 《佛教制定基堂》裡邊 他打 就是 就是 決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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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容宿的 就是 就是四種基堂 把它做一個 最高的基角 他覺得呢 這個四基堂正好 就是體現了 四奧函呢 四個特點 比如說 殘奧函 它是主於世界基堂 世界基堂 那 那 中高奧函呢 它說正點就是 對四基堂 早奧函呢 就是經歷基堂 真地奧函呢 就是各個為人基堂 它有這樣子 這個特點 那我們現在同學們 因為我們對奧函經的了解 這一塊的知識還沒有限 我們現在大概先知道一下 有這麼一回事 至於這個 就是阿函的這個思想 這個 這個內涵 我們慢慢經過在學的時候 我們慢慢就會知道它的意思 那麼 第四呢 就是現成阿函的物類 就是 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阿函經 它 就是 究竟有哪一些 物派 都是主於哪一些物派 比如說 南方的 吉家爺 吉家爺呢 是 它就是 農業物人 農業 農業物人 那我們漢傳的四部奧函呢 漢傳的四部奧函呢 漢傳的四部奧函呢 常奧函 呃 法戰部所傳 真義阿函經呢 是 大部部所傳 大部所傳 就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阿函經 它不是一個部派的 所以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四部阿函的 它的重啟上的思想 比如說 對阿函經 有一個 宏觀上的把握 夏天呢 就是有關 這個 四部奧函的 自己領域 那麼 這個自己領域呢 我們在這裡啊 都有一些簡單的 文字說明 那我希望大家呢 主要是從三個畫面來採握 第一 就是現成的 奧函 比如說現成的雜奧函 它有哪一些地層 有哪一些地層啊 比如說 這個漢文本之外 還有哪一些地層 有日文啊 還有這個 德語的啊 有英語的啊 有漢語啊 有哪一些地層啊 我們要你們這個層面了解 那第二點啊 我們大家應該找到的就是 每一部奧函金它的編輯的原理 它的編輯的原理啊 就是這個奧函金 你說雜奧函金是什麼編輯起來的 中奧函金啊 它是編輯什麼樣的原理啊 編輯起來的 雜奧函金啊 真奧函它是編輯什麼樣的原理啊 編輯起來的 這個是我們要了解的 對 四奧函點的第二點 第二點 第三點呢 我們要了解的這個奧函金的 組織的內容 就是四部奧函 就是雜奧函它是用什麼樣的組織節奏 中奧函它是用什麼樣的組織節奏 真奧函它是用什麼樣的組織節奏 這個我們要了解的第三點 第四點呢 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每一部奧函金呢 它的思想特征 它的思想特征啊 那麼 在這段時間之內呢 我們除了分析自己的相應的一些資料 我們如果找一個也可以找一些其他資料 了解了解 這個思負奧函 我這裡呢找了一些點讓它說明 那另外呢 就是 在佛山藏的 就是 大藏集體間啊 它關於這個四部奧函的 都有哪一部奧函 它都有一些解 它做一個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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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做一個解題呢 它就是被整部奧函的解題啊 它給你其中一個少數的線 它會告訴你 從它的奧函的名稱啊 到它的天氣眼裡啊 以及到它的每一部經啊 它的整個節奏啊 到它的每一部經啊 都 閃進我們自己 這個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自己啊 可以去 你第一部問題是不錯的 第一部問題 隨時啊 幫一幫 當然 真正對師傅的了解 我們當然還是要通過 這包含經的節奏 就是 這 一個經 一部一部經的節奏啊 這個呢 可能能夠起到一個 像 導入圖 這樣的一個線索 一個作用 那 我們這個 操盤是 我們第一次的 節奏 時間 所以 大家呢 今天 就算是 結束了 來 再次 一 二 一 一 二 都 一 二 二 一 十